没切 主要是这个要解那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当然你们如果google一下一元二次方程式里面有一个解答 它的公式 那我们需要解的就是 这先解里面的这个开坑号的这个部分 就是b平方减4ac 那b平方减4ac之后的结果 去判断说它的结果到底是小于0 还是等于0还是它有几种判断 等于0的话小于0的话 那最后结果题目跟我们讲说 把结果输出成那个跟他讲说 这个的答案 它是就是找不到它的根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它这个地方相等的话 那最后的得到结果呢 我们可以直接就是2a除以负b就可以 把结果给输出 另外的话如果这个可以求出来的话 就把它的正负 正负值加跟减 根据这个方程式里面得到的正负 把最后的结果帮我把它输出 所以输出answer1 answer2 所以呢以它题目给我们的这一个问题 它这边有要我们输入总共会有两个答案 这边的话那假设我今天输入的是2 假设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这边的话 如果输入这个值它得到的结果呢 就要把那个这两个值帮我输出 2enter-3enter1 那它要能够输出这个1.0跟0.5 那如果说我输入底下这个值9 9 8 那最后的话呢 它能够得到的就是 它这个里面呢 它找不到这个root的一个相关讯息 那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几个中 这个主要因为它没有给那个公式 所以将来的话可能 那个就是b平方 减掉4a7这个公式可能 你可能要记一下 因为它没提供 所以你这个部分 如果你预先已经知道题目了 那你就把它记一下 如果506这一题 那首先的话题目里面就是要我们输入 总共三个值 abc 所以呢底下的话我们也是输入三个值 然后呢并且传递给这个 这个compute 这个function 这个函数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我传给它之后 第一个先利用那个公式 b平方 减掉4ac 4ac b平方 b平方当然 我刚讲过 你可以用mess点炮 不过相对起来 感觉好像还是这种方式比较简单 你就不用imput了 那再来的话呢 就判断 如果这个4ac的结果 到底是小于输入这个结果 或者等于你用这个公式带出answer 把answer的结果 转型之后丢到s 不过或者是你直接转型也可以吧 那再来的话就是answer1 如果这个能够求出结果的话 有answer1 然后呢在这两个结果中间加个逗点 所以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最后得到的结果中间 会有一个逗点 然后把这个s return回来 并且把它输出 ok 那再来的话 底下这个地方 有一个是 其实就刚刚看到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看到 2a 负b加这个 其实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 这个b平方减4ac 外面开个根号 根号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有讲过 就是你外面可以加一个mass 点那个sqrt的这个方法 然后把它里面包进来 其实就等于开根号 然后呢负b加 再除以什么呢 2a ok 另外的话减 把这两个return回来 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其实我在云端上面 好像还有写一个更紧 如果说你不要用 不要引入那个mass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你可以什么 不要这个地方 用什么 这个地方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层 层层0.5 其实也可以 ok 如果说你不要开根号的话 你层层0.5 其实最后的结果呢 也是会是一样的 这部分的话呢 我又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我是写这 层层0.5 或者是说你用那个 刚刚那个方法也ok 两个方法 其实都可以得到结果 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这个参考的答案 我放在云端上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一题就是 里面数学的东西太多了 不过至少你要知道 预言二支方程是它的公式 它如果未来上面没有提示的话 你肯定要至少要背好 这个b平方减到4ac的结果 那你再去判断说 那个结果里面是小于0 还是等于0 还是说剩下的当然就是 等于是大于0的部分 那再把它return出来 就会是最后的结果 ok那这一题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一题做完之后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那个508 就是求那个最大公因数 可能也是数学题 最大公因数 使用神通信息 有电视台 ulo4 工师 rol 中心